最後一位Miyaki 來說出你的學生校名 向向大家 沒問題 我是來自台南的 超夢女士 高級中學 有超級這兩字嗎 我是高級 你聽著超級 超級中學 今天也太中二了吧 天啊 你不是個大學 那我還穿高級上課 在裡面是學魔法 沒有戰狗力 對 硬要贏啦 他不是大學 他就是超級中學 怎麼樣 你們有嗎 可以拼一下吧 所以穹如女子高級中學 我是來自中學 就我是那種建教合作班 但所以剛剛他們在講的時候 我完全都聽不懂 因為我沒有上大學 我上的是社會大學 沒關係 因為我也是 滑溝醫生 對啊 結束了 很厲害 也是職業對不對 對啊 直接開始學專長啦 對 然後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他們的學費可能砸很多 因為讀大學 碩士什麼 本人我也砸了好幾百萬 一直補習 一直上課 一直往上 對 然後我的例子就是 有一天我要把補習費 雙倍的賺回來 你一套一下 你是什麼學校 我是 你的學弟 真的啊 果然是 收妹 我們是超級異校耶 對啊 華剛 超級異校 我還有在唸文化 可是還是進去唸表演 你有去上文化喔 所以我就是在山上 待了八年的孩子 所以你還是大學生啊 是啊 我媽有 應該有 但是你會唸很久 可能會唸比較久 Ken哥你的學校是世界排名四十六耶 四十六 很強耶 所以你是一級來 都是很會讀書的人嗎 沒有 我是不會讀書的 那怎麼可能會考到這個學校 四十六耶 沒有 就是 硬拚啊 硬讀也沒辦法啊 我硬讀還是在中學 因為我中學就是聽不懂啊 不是 我覺得跟 就是其實有一些國外的學校的 要看他們那個學校的校風 他們可能不是只有看學科 他是看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因為你是戲劇系的嘛 對 然後他覺得說 你真的滿喜歡表演 也很願意表演 他們可能用其他的 東西加成藥件 對 所以你覺得你當時會被那個 能夠順利入學是 你展露了什麼 都有啊 我等於是中西合併啦 因為我也狗腿嘛 然後也喜歡攀關西嘛 然後也喜歡攀小便宜嘛 全部都是負面的 你覺得你這樣教觀眾 教觀眾這樣對嗎 攀關西 狗腿耶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人際關係這件事情 你要建立得好 所以說讓教授跟老師 喜歡你是不是 對啦 你隨 我從高中開始就是 所有的小幫手都是我 像外國人不是 外國人都是說 我下課我下班了 馬上拜拜 對 家庭時間 或者是我要出去玩囉 沒有 我就是留在學校 我說 Here I am 我幫你服務 清理涼杯啊什麼 有的沒的 我就是一個人在那邊洗 洗得乾乾淨淨 拖地拖得乾乾淨淨淨 我是靠這樣子來的 我等於是用身體換來的 對啊 老師都不好意思盪我 我原來是被盪喔 已經是被盪了 然後我就想說完了 我這個被盪可能我 就是沒有辦法升級 我就穿全身西裝 然後梳油頭 然後你打領帶 什麼口袋巾 整個都弄好好 皮帶擦亮亮 很正式 然後去找老師 然後寫一個信說 他為什麼不能把我盪掉這樣子 我就有很清楚地跟他表達 那其中有一半大概是有一點浮誇 但沒有關係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應該是太煩了吧 希望你趕快離開 就想說好 不要盪你好了 因為他說 你怎麼會願意這樣子過來 然後跟我講這些事情 他說因為我真的很想要繼續念書 他說我是全 就是拿那堂課裡面 唯一一個人過來找他的 他就在等這個學生 他就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把那個就是 成績單 就拿出來 沒有撕掉啦 沒有撕掉 就辦法改 然後讓我過關 在我面前改 所以你能夠讀到Colambia 不是靠聰明才智 是靠小手段 對啊 對 就你為什麼要這樣解釋 可惡 你剛剛自己就這樣講啊 對 沒有啦 是靠一些 就是我覺得是 你要表達自己 欺利 要表達自己 我覺得這就是我在外國 學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你無論到了 你真的到了最後一刻 你都不要放棄 對 遊戲不完結 直到它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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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最高的時刻 小心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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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當做華盛頓前兩天講的 對 你剛剛講的是英文嗎 是 只是你用英文一久了 對 所以請問一下你們有人 真的是為了要讀到 很好的學校 然後就搞得到身體也爛掉 還是什麼之類的嗎 我那時候念書 其實在研究所 就不太會選學校 而是會選老師 所以我那時候是因為 我的老師去選這個 學校的這個系這樣 那就跟他一起做研究 那因為我的老師是一個 非常嚴謹的老師 他對自己嚴格 對學生只會更嚴格這樣 但是有時候 因為我的老師 他是從國外回來 他動作很快 就是他要寫一篇文章 他可以 一兩天就寫完 他自己的研究的文章 但是我那時候是學生 我們還沒有那麼快的能力 那他就會問說 那什麼時候要給他 這個東西還什麼的 或是提案 就逼很緊 對 蠻緊的 那我就會變成 整個 整個熬夜到天亮 寫 就是寫完 再去找他 那加上那個時候 碩士班的時候 邊工作邊唸書 有一陣子 妳那時候已經開始工作了嗎 對 那時候會有什麼 護理師 那妳是不是就已經夠累了耶 對啊 所以那時候 基本上就是五天上班 兩天上課 五天上班 兩天上課 連續這樣兩年 都沒有休息 天啊 然後有傷到哪裡嗎 妳說昏倒是 在工作的時候 突然就真的失去醫師嗎 工作沒有昏倒 但是在後來 是念博士班的時候 因為博士班的壓力比碩 因為碩士其實可以 跟著老師一起做 但博士你等於是 自己一個人 從題目的發想到後面 全部都要自己來 那那個壓力 有已經大到就是 那個昏倒不是說 前面一陣白 然後倒下去 不是 我只會覺得 我起來怎麼在地上 第一次旁邊是我阿姨 他送他還幫我收 他送到榕總去 然後第二次我旁邊的室友 被我嚇到 因為他說 他說我整個在倒在地上 打架 就是打架翻白眼 那是等於癲癲耶 中癲 類似 因為我那時候問醫生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時候 會有類似癲癲的狀態 他就說 小時候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是壓力造成的 放電沒有 而且最後到快要畢業的時候 連續兩個月都是在月經期間 剛好月經也是引發癲癲 其中一個危險因子 連續兩個月發作 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旁邊的人被我嚇到 所以總共這樣幾次 四 五次 然後有一次是 一開始是 在念碩班的時候 我是整個昏倒 然後在那個捷運 不是坐那個電腐梯嗎 然後我倒下去這個鼻子 就撞到那個 那個尖尖的 靠太靠吧 超痛的 太痛吧 鼻子是黑的 然後為什麼還這麼完整 然後會消腫啊 黑 就是瘀青 你看人家撞成這樣 都沒有去農鼻 你幹嘛啊 你幹嘛啊 菲比 你看得出來喔 阿K 菲比啊 就是菲比嘛 對 我剛剛開場就想問了 你來 阿K 因為你的聰明材 就是你跟他動過什麼東西 我可以 稍微 太近了啦 來 他們近我不會碰到 感覺好變態喔 你確定這個錄完 會有人喜歡他嗎 真的嗎 好穩的 你可以看到 眼睛 一個Bingo 1A 鼻子啊 2A 然後那個貼片啊 什麼 下巴 打過玻尿梳 對啊 還有其他地方 沒有 還有嗎 身體部分 身體一般 有沒有縫線 我們要檢查很透徹 身體 好 那我把它擠開囉 好 可以 很深心 你有沒有 身體我們知道 你很深心 你習慣自己來 習慣自己來 嚇得太可怕了 他身體抽脂 好用心喔 像他現在此刻是很漂亮嘛 很美啊 可是你知道他有做過這麼多東西 你可以接受嗎 我可以 那如果連奶也是假的 我可以 對 先拍手 人是真的就好了 人是真的就好了 我真的這樣子 有些人全部都自然的喔 心是假到爆 對 那不行啦 這才是剛才 真的講得到 加油 對 超好 謝謝 謝謝 真的啦 你要的是真心 真心 真的最重要 OK Baby呢 你是不是說你讀書 讀到上新聞 對 因為我原本被散耳 然後其實我大學念了三間 然後被退學的時候 其實我是去 公家機關底下的廠商做事情 然後領22K 然後我領22K的時候 我常常遇到 我有一個老闆是那種焦慮症 他常常說 他一直整天對我們罵 妳是要罵妳的時候 妳是有含淚嗎 還是說 因為我有時候可能要跟他說 老闆現在有什麼設備需要 需要去修嘛 對 喂 老闆 幹什麼 然後我就 就是那個什麼東西 他哪知道 然後你把我的電話掛掉 是男男女的 男老闆 然後那個 他的年紀應該 那個時候五六十歲 是不是沒有老婆 離婚 然後小孩跟他感情又不好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第一次出社會工作 我就覺得說 一定是我學歷太低 所以我才會面臨到 這樣的老闆 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就去念書 然後我就去念 我其實是去念 東吳的夜間部 可是我是想要 好好的去念書的人 所以我後來就是 又考轉學考 然後後來我念淡教的時候 我是 因為我太害怕失去了 我失去過 所以我在淡教的時候 我是拚了命 每一顆都要拿九十分 然後我的危機分是 其中其末 還有 對 雄雄一 一百 好可憐 一百 文西分不是號稱很難嗎 對啊 而且我一開始 其實我在第一間大學 被退學的時候 我危機分是零分 對啊 妳超強 不是零 就是一百 好強喔 然後每一個學期都超修 我都是二十九學分 把學分整個課表塞這麼滿 對 可是這樣就是會 對 貓家獨 妳沒有睡覺時間啊 我幾乎我都睡三個小時 然後而且我起床 是為什麼起床 不是鬧鐘叫醒我 我是睡覺睡覺 然後突然想到一個數學題 然後我說 我是這樣起床 好可怕喔 真的 然後我就會一跳起來 就趕快去輸多錢 所以妳現在數學還是好的嗎 我是 微機分家教老師 然後 真的假的 妳 有什麼常才藝 我喜歡一下微機分 隨便出一個題目 大概是什麼東西 微機分 就是他會 他會叫你去算一個東西 譬如說 沒關係 現場都是高材生 他們可能都會 對啊 妳寫我們聽不懂的 寫算他會說得好 X加上X平方 然後 限制X趨近於零 那這個 算出來X等於多少 來 Colambia的 答案 你要去洗碗了對不對 時間到了 我也洗碗了 我的小幫手 我要去換西裝 對 快 Boston 來 什麼 台大的 題目還沒出完 他還有分 零副跟零正 然後兩個限制 零副跟零正要相同 這個極限才會存在 我只叫XO啦 XO啦 所以孝心文是 好厲害 孝心文就是我從一個 被退學的 然後迷失方向 最後我竟然考上 前五志願的研究所 所以 是哪一個記者發現 妳的故事 其實我們那時候 是為了去賺錢 它是一個 求職記者會 然後他那時候 妳們都好精準喔 而且妳那時候不驚訝 對啊 不驚訝 Sabrina 妳的求學過程 是辛苦的嗎 我就是 其實前輩剛剛有講到 大學的時候 就是比較愛玩 其實我那時候 也是因為在學校裡面 就是可能遇到很多問題 所以我就有點逃避 然後 就是當初考上台大 真的是為了愛喔 對 然後反正 而且因為我得失心很重 可能真的有些同學 他聽完就說 妳是當舞蹈喔 然後就會轉頭 跟其他人講 真的 妳說台大了嗎 對 所以妳內心其實 妳就會在乎 然後因為我就是 得失心超重 我就覺得 其實 其實這也沒什麼難 我只是每天愛玩而已 然後後來我就是 真的偷偷地去念 沒什麼難 妳說 就可以考上台大 對 因為我那時候 真的是 從長時間花在拿 成就在拿對不對 對 我就是覺得 吸引力法則 你覺得你自己 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就是可以達到 然後我就是 每天早上八點 就去圖書館念到五點吧 他們打烊 然後再去星巴克 念到十點 然後再回家 然後完全沒有同學知道 連我的好朋友都不知道 然後我就準備了三個月 然後最後那個 三個月 然後最後放榜的時候 那天剛好是三月十一 是我媽媽生日 然後我就考上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我媽也下大條 因為我爸媽也不知道 我去考試 妳爸媽還以為 妳還是那個 純鳴魚夜店的女孩 沒錯 然後我媽又很開心 也跟我說就是 這是她 好感動喔 真的忘不掉 妳覺得妳出了前男 也就是跟妳一起 開拳館的那一位嗎 對 長拋九年的 對 長拋九年 後來是分開了 我覺得她真的對我很好 就是她就是一直讓我 變持續更好的一個任命 只是到時候 可能我們到同樣的東西 就是位置 我們看的東西 也比較不一樣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